疯了,点尾彻底疯了 不知道是不是bug啊,兄弟们 点尾这么玩太离谱了 一个4级的点尾,面对15级6神装的项羽 只需要1秒,就能打出将近3万的增伤 1秒钟,3万啊 太大,成绩,行召之剑 手速快一点,可能还不到1秒 之后也不放技能,也不A 等大招结束以后,项羽掉了5000血 后面那几个人偶,每一个也都掉了5000多的血 加起来增伤将近3万了吧 而且点尾只有4级哦 如果把装备出满,等级升满 那你就会见识到什么叫彻底疯狂 因为人偶不会攻击啊 所以咱们用红连来展示反角那个被动 实战里面反角的效果,要比红连还要好一点点 这里测试的不严谨,但也差不多 咱们只输出5秒 但这个总伤害倒我算一下 加起来5万,应该是有的吧 而且均是以增伤为主哦 这就是剑影六点尾,兄弟们太疯狂了 这真的太疯狂了 要知道这一套装备,只有暗影战斧这一件攻击装 但它的伤害却高到离谱 你看我演示可能不够直观 但是相信我,去训练仪试一下 试完你100%会感叹,太疯狂了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新装备行召之剑 它的主动技能剑影 每0.5秒造成一丝的伤害 正正好好触发了点尾的大 而且啊,因为点尾的伤害和剑影的伤害 都是按照最大生命值 或者当前生命值来算的 所以哪怕你玩个点尾混得很惨 被人家繁衣给反炸了 导致你的发育,你的经济,你的装备都比对面差 但是依靠行召之剑 咱们8级装备3天半的点尾 把15级6升的坦克 一样是砍刮切菜 真就一个字,随,便打 这玩法的容缩率可谓是极高 可能有人会说点尾本来就克坦克 那咱们就换个玩法 装备我再多出一个 但结果呢,很明显吧 你装备差了,等级差了 即使你英雄克制也一样是刮杀 只有剑影流点尾 无论是顺风也好,逆风也罢 这个玩法都行,都可以,都能玩 你想一想吧,你刺激以后 你大招一开一个行招之剑 不管对面多少级,多少装备 你可以无视护甲,无视属性 用真伤打对面每个人1%的血 您觉得这玩法合理吗 我觉得合理,非常的合理 赶紧去上分啊 这不用想,肯定是要削的 因为这样一个玩法不削的话 那我给你们假设一下 让你们感受一下这玩法有多么的疯狂 比方说我选个点尾玩辅助 因为前面测了嘛 行招之剑加黄刀 就能打对面5个人,每人1%的血量 而且这还是真伤 那我一个辅助点尾,打团的时候 我1技能1点加个素 大招往人堆里一跳 行招之剑一开 这时候对面每个人少了1%的血 那这个团他们还怎么打 而且除了黄刀和行招之剑以外 其他装备我做纯肉 那对面为了瞄你 还要在你身上浪费一堆的技能 这个辅助恶心吗?恶心到兔 这个想法疯狂吗? 疯狂到丧心病狂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辅助点尾的速杀今天来不及倒了 如果行招之剑明后天还没削 那么哪天我再给大家补上一期 感谢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